欢迎您新八卦CP to our channel 还涉及到公众形象和社会影响力等因素 人们普遍认为 演员应该具备良好的社会形象 以便更好的传递正面信息和价值观 您提到肖战的争议性问题 在选角时 确实需要考虑演员的社会形象和背景 如果一个演员的争议性太大 可能会分散观众对剧集本身的关注 甚至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因此 选择一个在社会上广受尊重和认可的演员 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 特别是对于这样一部强调 团结和正面价值观的电视剧 此外 您提到肖战在疫情期间的行为 包括娱乐消息和捐款公益问题 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公众对演员的看法 在特殊时期 人们更关注那些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个人 他们更容易获得认可和支持 这种认可度和支持度可以影响演员在选择中的优先级 总之 选择是一项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复杂任务 尤其是在制作与国家重大事件相关的电视剧时 希望央视能够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和关切 做出明智的决策 以确保电视剧能够更好的传递正面信息和团结力量 您对肖战出演最美逆行者一世的担忧和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您列举的一系列负面影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凸显了他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上的行为 以及他的粉丝群体可能对公共舆论的操控 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级电视剧的选角 确实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因素 在制作与抗议有关的电视剧时 选择演员和角色应该是旨在传递正面信息 团结力量和社会价值观的一部分 如果演员的行为和社交影响会引发负面情感或社会撕裂 那么选择他们可能会对剧集的整体效果和传达的信息 产生负面影响 您提到了肖站在网络上的占据和疯狂粉丝行为 这确实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于一个国家电视台来说 应该努力确保电视剧本身成为焦点 而不是一个特定演员或粉丝团体 如果一个演员或团队的活动干扰了剧集的正常宣传和传播 那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参与 总之 您的担忧强调了在选择演员和角色时 需要权衡多种因素 包括社会形象 行为举止和对公众舆论的影响 希望央视能够倾听公众的声音 做出明智的决策 以确保电视剧能够更好的传达正面信息 表彰抗击疫情中的英雄 而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感谢您对有关肖战出演抗疫剧的讨论和问题提出的观点 在中国 对于涉及影视剧 演员选择等相关话题 社交媒体平台可能会根据当地法律法规 社会规范以及平台政策来管理和限制相关内容的展示 这样的限制可能是出于维护社会秩序 减少争议或确保信息的准确性等目的 而不一定是禁止人民讨论的问题 至于央视的角色和立场 您提到的确实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和社会责任 选择演员和制作决策在这样的国家级媒体机构中 可能受到更多的公众和政府关注 因此 央视确实需要更加慎重的权衡各种因素 以确保其电视节目能够传达积极信息 反映社会共识 并不受不必要的干扰 您的建议是合理的 希望央视能够认真考虑公众的意见和关切 采取适当的措施 以确保制作出的电视剧能够更好地达到其宣传和社会目标 同时保持透明和公平的选角过程 感谢您的反馈和参与 杨子如今可谓是非常红获的一线顶流明星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杨子的男朋友情况 首先是贺鹏 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相声喜剧表演专业和杨子同届 在金星秀节目中 杨子首次透露了自己大学时期的一段恋情 当时他和贺鹏是隔壁班的同学 但两人的恋情最后没有走到一起 接下来是秦俊杰 许多人都对他和杨子的爱情故事有所了解 他们是因为合作龙珠传奇而结缘 之后传出了许多绯闻 2017年情人节 两人在微博上公开了他们的恋情 并且一直秀恩爱 这段被大家看好的恋情可惜最终平淡收场了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因为秦俊杰与张雪莹合作的胡辣汤事件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 而秦俊杰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另一方面他们在一起时间久了之后 发现彼此不太合适 第三位是李县 有网友发现杨子和李县使用了类似的亮橙色手机壳 被认为是情侣手机壳 两人还穿着同样的衣服 明显可以看出他们都选择了一款男女通用的品牌衣物 颜色、字母和图案都没有区别 此外 他们还戴着一样的方形丝巾 虽然用法稍有不同 杨子将丝巾当作发带佩戴 而李县则将它当成一条颈巾 另外,杨子在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中穿着的牛仔衣 与李县之前穿过的类似款式相似 尽管领口略有不同 但整体风格和颜色都相近 除了这些共同的特征 李县已经连续四年为杨子送上生日祝福 考虑到他们在娱乐圈有很多合作伙伴 这种关心引人瞩目 或许他们之间的巧合是 在某一天,两人都发布了与海边有关的照片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巧合是 他们的Instagram九宫格中都缺少了一张照片 这是否太过巧合呢? 李县在三月份发的一条动态中 使用了太阳和叶子的表情符号 而这些元素的发音与杨子的名字相近 尽管两人目前没有公开承认他们的恋情 但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可能已经秘密交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